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在这里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月1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看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 由于俄罗斯的空天军呢 先进的战斗机连续被乌军击落 黑海舰队的一艘大型登陆舰呢 被彻底摧毁 所以这个普京啊,恼羞成怒 对这个乌克兰发动了史无前列的 最大规模的无差别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继而引发了乌军的报复 乌克兰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咱们以前节目一直说 去年这个时候,俄罗斯对乌克兰狂风乱炸 乌克兰只有防御的能力 没有缓击的能力 没有办法缓击啊 但是今年不一样了 今年的乌克兰是立即欢迎颜色 根据战争营接所的评估啊 乌克兰于12月29日至30日晚上 向俄罗斯发射的无人机大都击中了目标 乌克兰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告诉媒体 乌军于12月29日至30日晚上 向着莫斯科、比尔格勒德、图拉、特维尔和布莲斯克等城市附近的 俄罗斯军事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 发射了70多架无人机 当然了,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 俄军在布莲斯克州、奥利尔州、库尔斯克州和莫斯克州 拦截了32架乌克兰无人机 为此啊,俄罗斯还要求联合国召开安理会会议 遭到联合国的拒绝 除了轰炸俄罗斯的工厂、军事基地和能源储备库 还打掉了俄罗斯本土的一家生产弹药的兵工厂 2023年年末发生的这一幕预示着啊 2024年开始这个战火会烧向俄罗斯全境 没有一个城市能够避免 俄罗斯啊,可以说是叫求垂得垂,求人得人 他们对乌克兰已经狂轰烂炸将近两年 那么这个也要反作用到俄罗斯身上 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境内的这些军事目标啊 军事设施,难免会造成俄罗斯的平民的一些伤亡 但是这个你没有办法怪到乌克兰人的头上 因为乌克兰人呢,已经忍耐两年了 那一直被俄罗斯这样狂轰烂炸 如果乌克兰不对俄罗斯境内的这些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进行有限的自卫啊 那么俄罗斯啊,它会有更多的导弹、无人机去轰炸乌克兰 这属于一种自卫 俄罗斯人要想避免这样的轰炸 其实很简单 只要啊,停止无差别攻击乌克兰 主动的啊,将战火仅仅陷于乌冬战场 赫尔松、克里米亚这些地方 2024年的乌克兰,已经不是2023年的乌克兰 所以说啊,俄罗斯啊,还是要好自为之啊 为了俄罗斯人的安全 双方有什么能耐,有什么军事实力 有什么高精尖的武器 都用到战场上 这个俄军啊,在战场上占不着便宜 所以它只好狂轰滥炸 因为俄罗斯的武器啊 先比较这个美西方的武器啊 它在这个精准度 这个有效打击能力方面 还是要差上一大截啊 只适合狂轰滥炸 而乌军呢,基本上都实施了精准打击 你比如它的飞机 如果你不精准打击 你能把它的飞机打下来吗? 如果你不用精准打击 你能炸它的这个大型登陆键吗? 这些移动的目标啊 这些目标很难打击的 人家这个防空啊 也是非常严密的 所以这个就体现了高技术高水平 而且打击的是百分之百的是军事目标 伤亡呢,也是军事人员 结果这个俄罗斯啊 它没有办法报复乌克兰 它没有办法打击乌克兰的军事人员 军事装备 所以只好恼羞成怒啊 轰炸乌克兰的这些民用设施 俄罗斯啊 因为这个登陆键被摧毁 而恼羞成怒啊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它黑海舰队的水面舰艇啊 毕竟不多了 尤其是大型的水面舰艇 打掉一手啊 少一手 而且没有办法补充 所以它恼羞成怒 这一点面子都不给 这个能理解 但是啊 你如果大规模的 炸乌克兰全境的 这150多枚导弹和无论机啊 你来集中攻击 扎普罗热啊 或者是巴克莫特啊 阿弗蒂夫卡啊 前线的乌军啊 你消灭乌军的一个团啊 一个旅啊 这都算你厉害 那乌军也只能自认倒霉 但是呢 这俄罗斯偏偏拿这些来攻击 平民目标 这个不仅啊 吓不到乌克兰 反而会激起乌克兰人的这个 反抗的决心 更加仇视俄罗斯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民间的仇恨呢 可以说是越劫越深 这一切都是俄罗斯狂轰烂 导致的 当然呢 美西方也会更加团结一致 援助乌克兰 所以说这个普京啊 就典型的是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英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啊 说啊 首先应该将俄罗斯公民的死亡 归咎于普京总统 他说啊 如果俄罗斯希望有人 为这场战争中的俄罗斯人的死亡负责 那么就应该从普京总统开始 普京总统应对导致 数十名俄罗斯军人 毫无意义的死亡负责 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 常设协调员汤姆菲普斯说啊 他表示 俄罗斯未能在军事上击败乌克兰 转而对平民进行 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 这个说法跟咱们是一致的 根据乌克兰政理报报道啊 乌克兰政府已宣布 2024年1月1日为全国哀悼日 纪念所有在2023年12月29日 空袭中死难的乌克兰人 俄罗斯军队在那天 向乌克兰发动了战争爆发后 规模最大的空袭 俄罗斯军队在29日 向乌克兰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 总价值约12.7亿美元 这笔钱足够建造大约20所设备齐全的医院 或120所学校 或者可以再建一条塔弗里亚高速公路 乌克兰总统 从泽伦斯基在战争第676天结束的时候讲话 他签署了几项法律 关于乌克兰的士兵的荣誉 关于泽伦斯基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泽伦斯基表彰了陆军空军海军情报局 近700名士兵 大家可以看视频 和党规则 中共福音乐统 预演员 对其他人员 现在还不能谈对 但我不得说 我们都要求 很厉害 一人的声音 真是出来 золота зірка Героя України Воїну Збройних Сил молодшому сержанту Ігорю Тимошюку я йому особисто вручив нагороду під час поїздки в Авдіївку. Це дуже міцний хлопець. Сильний командир. Один із тих, хто дійсно надихає. Ще чотири воїни відзначені зараз хрестами бойових заслуг. Солдат Олег Дуженький зі 130-го окремого розвідбату. Солдат Микита Каляєв зі 115-ї окремої механізованої бригади корпусу резерву наших сухопутних військ. Капітан Богдан Мазуренко із 35-ї окремої бригади морської піхоти та майор Роман Стрижобик. 47-ма окрема механізована бригада. Дякую, хлопці, вам кожному. І за такими нагородами назви, які говорять самі за себе і хробість, яка тим красномовніше чим менше слів додаєш до неї. Роботина Запорізька область, передмістя Горлівки Донецька область, Херсонщина, Лівоборіжжя, Дніпра, Красногорівка і Степове Донецька область. Усі з цих майже 700 воїнів відзначених зараз, а також медики, які теж відзначені, яким ми усі вдячні за порятунок наших військових. Усі вони проявили себе на передовій, в бойових бригадах у захисті наших людей і всієї України. І 31 грудня, і 1 січня, і в кожен день святковий, і в кожен день будений нашу Україну оберігають такі люди, такі, українці і українки. Сила і гордість нашого народу. Я хочу особливо подякувати усім, хто в бою, на бойових постах, на бойових завданнях зараз. Усім, хто на фронті, хто захищає наше українське небо. І зараз, у цей день, Кропивницький і область, на жаль, знов сьогодні російські удари. І хлопці захищатимуть наше небо і цієї ночі, і завтра. Усім, хто лікує наших воїнів, хто на чергуванні зараз ДСНС України, місцевих органах влади, і усім, хто і Новий рік використовує, щоб закрити черговий збір для хлопців на передовій. Дякую кожному, хто працює і працюватиме на наших оборонних підприємствах, без вихідних. І усім, хто вже завтра, 1 січня, не втрачаючи часу, продовжить комунікацію з партнерами України, аби наступного року в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було якнайбільше сил і засобів, щоб боротися проти російського зла. Дякую вам усім, 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Дякую за перегляд! за перегляд! 帮助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人 新年快乐! 我们看看这个俄罗斯人 是怎么说的 首先啊 这个俄罗斯国防部长 谢尔盖 邵伊古 周日表示 由于俄罗斯士兵的英勇 在过去一年中 敌方的所有计划 全部落空 这个是俄罗斯 卫星通信社 报道的 由于你们的英勇 和对祖国的 无私奉献 敌人的所有计划 全部落空 坚定不移的决心 和必胜的意志 曾经是 并且现在也是 俄罗斯军队 士兵的核心 少益谷对俄罗斯士兵 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 坚韧不拔 和英勇精神 表示感谢 对他们在战斗岗位上的 尽职尽责 表示感谢 对他们的 远离祖国的地方 完成任务 表示感谢 少益谷说 为祖国的自由 和独立奉献生命的 我们战士统治 他们所有人都是英雄 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帮助军人家庭 现在和未来 无疑依旧是 俄罗斯军事部门的 优先事项 这个少益谷的说法呀 可以说是自欺欺人 不让他自己相信不相信 现在发生在乌克兰的这一切 与俄罗斯的独立自由 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不就是为了普京 多吃那么一口鱼子酱吗 他们是为了俄罗斯的独立 奉献生命 其实不然啊 实际上他们是为了 普京等一小撮 俄罗斯人的所谓的荣光 所谓的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 而成为耗财 关于这个欧乌战场的残酷 欧乌战场的实际的情况 咱们通过几个中国人呢 他们加入俄罗斯的雇用军之后啊 他们发的视频 一些描述 你就知道 发生在乌克兰的这一切 到底是怎么回事 俄罗斯人自己都知道 这是在别人的领土上 你这不是收负 不是官富啊 你这是侵略 梅特维杰夫啊 也信念致辞 他说啊 今天我们的心 与那些在前线 与战友们 并肩作战的人们同在 没有什么比战友情义更珍贵 俄罗斯人肩负着一项重要任务 使2024年成为最终击败 新法西斯主义的一年 这个梅特维杰夫啊 还是一贯的啊 这个指三骂槐 含砂摄影 他说啊 使2024年成为最终击败 新法西斯主义的一年 这个实际上也是在指普京啊 因为法西斯是谁 一目了然 就是普京 所以梅特维杰夫啊 既希望2024年 对吧 要击败普京 普京啊 是梅特维杰夫的政敌啊 曾经的盟友 现在是政敌 当地时间 12月31日 俄罗斯马加丹 勘察家 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 布拉戈维 申斯克 和弗拉迪沃斯托沃克士 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出于安全考虑 取消各自地区 31日夜间 新年焰火燃放和庆祝活动 还是害怕这个乌克兰的 导弹和无人机啊 根据媒体报道啊 说首批18架F16战机 已经抵达乌克兰 乌军飞行员密集训练中 乌方发布的视频啊 F16战机 以喷涂乌军的标志和军灰 土耳其媒体称啊 又有24架F16进入乌克兰 驾驶员由北约各国退役 前F16驾驶员担任的 并且不排除 未来使用北约成人国基地 随着这个F16的传言越来越多啊 预示着啊 F16真正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 是越来越近了 势不可打 F16啊 到乌克兰战场上 到底起什么一个作用 能不能改变这个战场的这个局面 或者说在改变战场局面起多大作用 这个可以说啊 是无法估量的 实际上 F16到乌克兰战场 是这个战争的升级 这就是战争升级 普京啊 也是无可奈何 因为美西方是温水煮青蛙 一切都是名牌 F16战斗机啊 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开始 乌克兰就天天喊着要 F16战斗机 要了两年 终于到了乌克兰战场 这个F16战斗机啊 要想改变 欧乌战争的走向 那它就必须 要有一定的量 你三五十架 恐怕作用不是太大 大家也知道 这个战斗机啊 它要维护 你五十架战斗机 你每天能出动多少架 还有多少架要维修 要维护 这个 对乌克兰来说啊 这压力都不小 因为它是个系统工程 从地勤 到什么武器库 到防空 到它的什么 卫星 这个指挥 然后空军 还要跟陆军的配合 等等啊 这个是个系统工程 不是说多了一款武器 那么简单 所以第一个 它的数量要上去 如果 只有三十架 那你每天能出动的 恐怕也就十几架 二十架 欧乌战争 这个强度这么大 你出动十几架飞机 意义不是太大 F16啊 到乌克兰战场 它主要有两个作用 一个就是制空权 那这样让乌克兰的地面部队 不受这个什么卡52啊 不受什么苏24 苏25啊 受他们袭击 要不然这些飞机 它老是投弹呢 因为这些飞机不值钱 它冒着这个 被乌军击落的风险 去轰炸 那有了F16之后 这些飞机 恐怕就不能再 去执行这种危险任务 那是自寻死路 这是制空权 第二个呢 实际上F16的最大的作用 它是打开了一个武器仓库 因为美西方 他们重点是空军 海军的武器 第一轮啊 这一年多两年的时间 实际上把美西方的 这个陆军的这些库存呢 基本上已经清的差不多了 再清的话 恐怕它就要生产新的 这个也得不合算 你看这个欧盟啊 本来答应给乌克兰 100万发 155毫米的炮弹 结果只给了30万发 还有70万发凑不起 找都找不到 买也买不到 为什么呢 是他们没有生产线吗 是他们没有技术吗 是他们没有原料吗 不是的他们只要愿意生产 他们马上上一条生产线 很快的 你看拖到现在 就是因为啊 他们认为 还有很多武器没用 乌克兰战场上 乌军现在主要依靠 以155毫米的炮弹 对俄军进行炮火压制 精准打击 恐怕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俄乌战场上 咱们通过那个 周志强啊 还有什么赵锐的 他们的视频 双方是以炮战和无人机战为主 派士兵去冲锋啊 那是俄军干的事 把人命不当命 乌军都是靠155毫米的炮弹 精准打击 所以他对这个炮弹的需求就非常大 那美西方现在155毫米的炮弹 就是缺 连韩国啊 都在开始给美国供应这个155毫米的炮弹 即便这样啊 美西方他也不愿意开足马力去生产 道理就是他们的武器库中啊 空军的武器更多 什么空队地导弹 什么空队空导弹 什么航空炸弹 华翔什么制导炸弹 这些库存都没动呢 这些反而是美国啊 北约的这个主力武器啊 但是这些武器都需要一个载体 合适的载体 合适的武器平台 那就是F16 正好美国和北约也在淘汰这种战机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 F16啊 大面积的大量的进入乌克兰战场 这是势在必行啊 打战其实是打钱啊 大家都在算账 那2024年主要消耗的是 美国和北约的这个空军的库存 前两年主要消耗陆军的库存 消耗的差不多了 再消耗 你现在拿钱除了生产 那个是得不偿失的 所以消耗这个空军的武器 所以以后啊 恐怕咱们就更多的看到是F16啊 在俄军的阵地上扔炸弹 这一幕估计比较多 2024年的这个乌军的打法 恐怕要根据这个F16到来啊 要进行调整 说白了就是更接近美军的打法 就是先用空军啊 给你一顿炸 炸的你抬不起头 然后再炮兵 接着炸 最后才是他们的坦克部队啊 去冲锋 所以2024年 这个乌克兰啊 恐怕更多的就是 像美军那样的打法 这个恐怕也是乌军啊 为什么后阶段 就是2023年 不愿意大规模的冲锋的一个原因 为此还跟北约的这个指挥官呢 发生争执 北约的指挥官认为 这个乌军就应该装甲部队 全力突击 一直打到这个梅里托宝 把大落桥切断 但是乌军试了一下之后 发现这个地雷症啊 还是损失惨重 这么干的话 损失了他 他宁愿用小股部队突击 乌克兰人要减少伤亡笔 拼人是拼不过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人口是乌克兰三四倍 怎么拼得过他呢 所以说乌军啊 等着F16来 再发动这个反攻 这是对的 后来北约的指挥官也知道 在乌军啊 没有指控权的情况下 让他们大规模的这个突击 这是无意如自杀呀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啊 2024年对乌军来说 要轻松的多 那反过来对乌军来说呢 那是悲剧啊 刚刚开始 好这期节目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